大家好 两个茄子配上一个西红柿 出锅瞬间变美食 真的是太好吃了 比吃肉还过眼 首先把茄子的根部去掉后 再将它的外皮削掉 接着把茄子一分为二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这个块尽量要切的均匀一些 待会儿制作的时候才会成熟度一致 全部切好装入大盆中 里面加入没过茄子的清水 防止氧化变黑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 拿一个铁勺子 转圈给西红柿的外皮刮几下 这样就很容易的把西红柿的外皮去掉了 这种去皮的方式比拿水烫和用火烧更加的方便 用卫生 去掉西红柿的根部 先将西红柿切成片 再将它切成碎丁 切好装入碗中 接着大蒜来几个 先用刀背将它们拍散 然后再剁成碎末 然后再剁成碎末 准备适量葱白 将葱白切成葱花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再调一个料汁 碗里面加入适量盐 一小勺白糖 再来一勺生抽 一勺土豆淀粉 再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开始处理茄子 咱们先把茄子捞出来 上手先攥一下茄子的水分 把搅好的鸡蛋液倒在茄子中 上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包裹上一层鸡蛋液 接着少量多次的加入玉米淀粉 这样才能让每一块茄子 摘上均匀的一层干淀粉 裹好淀粉后就行了 接着锅中烧油至六层热 散开着下入茄子 所有的茄子都下入锅中后 先不要翻动它 让它在锅中炸至三十秒 稍微的定定型 然后再用勺子轻轻的往前推动 让茄子受热均匀 咱们一直开中火 给茄子炸到表皮成为金黄色就行了 炸好后捞出控油 接下来锅中留底油 下入葱蒜炒香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尖 再下入彩椒 给西红柿炒出汤汁 想要西红柿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咱们还可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炒好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把料汁熬至浓稠 汤汁熬好后下入炸好的茄子 然后开始不停的翻炒 让每一块茄子都沾上料汁 这样吃起来会非常的香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盆了 一道美味的西红柿烧茄子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外焦里嫩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